各位观众晚上好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访问宣化上人 宣化上人您好 那我们很多观众呢 就是看了我们这个万佛灵们的节目之后呢 就是对于师父您的就是所说的话 跟各方面呢都有非常好的反应 那他们呢有一个就是问题 就是也有一个这样的愿望 就是看看师父能不能够谈谈 您是您以前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形下 就是出家的 为什么您会出家 那我们今天我们想先谈谈 师父您是出生在一个什么地方好不好呢 好的 我出生在一个雄乡弊岸的地方 我家庭里啊也非常的寒苦 是一个寒苦的家庭 那么可是啊 吃饭还是不成问题 虽然不成问题 没有太多的钱呢 所以这个过日子都很节俭的 我出生的时候啊 我出生的时候啊 性情很刚强的 我听我母亲说啊 我一出生的时候啊 哭了好几天 哭了四五天也不停的那么哭 那么哭之后 以后不哭了 就逐渐就长大了 长大 在小的时候啊 就是看见人有什么事情 行为啊一切 看见人家有什么样 就小什么样子 所以啊 以后就看见人家 一般小孩子欢喜打架 于是乎嘛 我就消费打架 我这个打架 是不怕死的一个打架法 和谁 这个人家一般 这个小孩子打架 都是打比自己小的 我是专门打比我自己大的那个人 我那时候就十几岁 十一岁以前的时候 就和十八九岁的人 我都敢和他打架 为什么呢 就是不怕死 生来啊 什么也不怕 你是妖魔鬼怪啊 狼虫虎豹啊 是无论什么可怖的事情 我不怕的 因为这个也不怕死 不怕死就和人打架 大家跟到十二岁的时候 十二岁的时候 见到啊 这个死孩子 在我东北死孩子的时候 用一坤草绑上啊 就掉到那个荒郊野外去 那么这个死孩子呢 是心扔出来的 心扔出来 我讲到这个小孩子怎么睡觉 在草里捆着睡觉 也不动他 叫他他也不行 那时候因为没有见到过死孩子 没有不懂得什么叫死 那么一般的这个小孩子就告诉我 说你叫他 他是已经死了 你他叫不行了 哎呦我也不懂的 什么叫死呢 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个死的 那刚才师父呢 就谈过 他在路上呢 看到一个死了的小孩 那他对这个小孩呢 他回到家里头 就是他妈妈跟先跟他说些什么东西呢 那他在明天晚上呢 会跟我们介绍的 谢谢各位 晚安 我也不懂的 什么叫死呢 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个死的 所以就很奇怪 所以很奇怪 也不好意思再问人家 怎么叫死的 那么回家就问我母亲 问我母亲呢 说这个 我今天到外面 看见一个死孩子 怎么这孩子还会死呢 我母亲就说 说不但孩子会死 大人老人都会死的 人人都应该死的 我说人应该死呢 我什么时候应该死啊 我母亲就说 我不知道的 那么在旁边呢 就有个亲戚 这个亲戚呀 就说你想要不死吗 我有办法叫你 可以指你一条路 我说 你指我一条什么 什么样的路啊 怎么样可以不死啊 那么那个亲戚就说 说你要想不死呢 就修道 修道 回着你做和尚 回着做老道 那么这和尚和老道 都能长生不老 能以亦寿厌年呢 什么时候愿意活着 什么时候就活着 什么时候愿意死呢 什么时候就死 有这个我一听 这活着虽然没有什么大意思 但是 大家彼此了 还是有事情做一点 对 那么这样呢 我就对我母亲要求 我要去做老道 回着当和尚 我母亲就说 你要出家 我不反对 可是我有一个条件 你要等着我死了之后 你出家才可以 我活着的时候嘛 你要在我身边呢 这个照顾照顾我 那么我是因为是最 最小的一个老儿子 所以我母亲 我母亲的父亲 都对我特别疼爱 那么我母亲这么样 同我一讲的时候啊 我就说好了 那我等着你死了之后 我再出家 因为在我以前呢 我是一个很不孝顺的 父母的话也不听 谁的话都不听 一天到晚就自己 任意妄为 那么由这个 知道人会死了 人要出家修行了 我就想了 出家修行要有师父 要有师父啊 这个跟着师父 小修行啊 得要先有一点 基本的条件 基本条件 平时一般人讲呢 都是要尽孝道 由这个之后嘛 我以前对父母很不孝顺的 很不听话的 令我父母操了很多心 由这个之后嘛 我就发现 天天给父母叩头 那个 听很多时候有人讲啊 说父母就是堂上的活佛 因为这个所以啊 一方面尽孝 一方面又可以恭敬佛佛 所以就给父母叩头 那您那个叩头的时候是 你们有没有这种习惯呢 当时 还是您自己就是想着 跟他叩头 除非过年呢 可以 就是平常不叩头的 平常不叩头的 原来是这样 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今天暂时谈到这里 小华老法师您好 那我们上一次呢 就提到过 您在那个时候呢 就开始觉得父母 是一个菩萨 就是 所以呢 您就开始 对父母近一点笑道 所以呢 就开始叩头了 对他们每天都开始叩头 那请问这样 刚才上一次您是提过 那个有一种 就是对于父母那种 笑道的思想 所以指导您去这样做 那实际上这个东西 是您自己想出来的 并不是一种风俗的习惯 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叩头呢 不过就表示 对父母尊重 尊重 对 那么 在我头一次叩头的时候 我父亲母亲 我要求他们 我说天天要给他们叩头 他们都感动的 都落泪了 就说 你以前那么样的不听话 你只要听话 我们已经就知足了 就够了 你不必要天天给我们叩头 因为家里嘛 不可常须 那么你天天给我们叩头啊 我们反而教得很不好意思似的 我说您不要教得不好意思 这我是抱父母的一个开始的表现 那么又给父母天天叩头 以后啊 我就想啊 人生 天地君亲师 这叫五大恩 天 那么应该恭敬的 应该敬天 所以啊 每天也向天来叩头 地 那么地 天能扶我 他能啊 在我的头上 扶我 我向天叩头 地呢 能宰我 他能啊 我在这个地上边呢 生活着 所以我又向地来叩头 那么君 君是国家的元首 国家的领袖 是国家人民的 为人民磨腐力者 做大家的一个好榜样 所以嘛 在这时候又给这个国家元首叩头 亲就是父母了 给父母叩头 我又想我将来啊 一定会读书 读书的时候啊 一定会有个老师 叫我读书啊 想我怎么样做人呢 于是乎就又给老师叩头 在这个叩头期间 我又想到啊 世界上大善人 是人人呢 对人人都有恩 所以又向大善人叩头 又向圣人叩头 又向贤人叩头 又向大英雄叩头 又向大 呃 有智慧的人叩头 又向啊 大伪人叩头 那么总而言之啊 呃 我叫的世界 谁值得我恭敬的 我就向谁叩头 在那时候叩头 在那时候叩头 以后又想啊 所有的世界 对阿人我也向他们叩头 为什么向阿人叩头呢 我希望他们改阿向善 我希望他们能不做阿人 而回头做一个善人 所以向阿人叩头 呃 刚才师傅呢 已经谈过 他就是向那个 呃 天地君亲师叩头 这个呢 是发自他内心的 是一种对人的尊重 那所以呢 明天晚上我们呃 的师傅还会将 跟我们谈谈的 谢谢各位 新华上人 呃 您读了十多本的医书之后呢 有没有就是呃 当过医生或者行医各方面呢 呃 在读完书的时候啊 呃 本来对于看病可以啊 呃 都可以看了 嗯 那么药性呢 呃 也懂得很多 呃 好像那个药性妇 他说的 猪药腹性 此类醉寒 膝脚解护心热 羚羊清乎肺肝 宅泄立水通令 呃 呃 宅泄立水通令 而补音不足 海灶产应迫弃 而至山河南 嗯 类似这个药书 我都读得很熟很熟的 都能背得出 呃 卖绝也都 呃 会背 啊 十八反 十九位 这都会的 都会 呃 一切的病症也都 会看 可是 我自己一想啊 第一 我自己不愿意发财 不愿意有钱 第二呢 我怕耽误人的生命 加入一百个人 一百个病人 我治好了九十九个 把这一个病人给耽误了 呃 死去了 我叫的 我就对不起这个人 因为这样子 那么呃 就决意也不做医生 也没有啊 呃 怎么样子 是在万山的研究 不过 那么青年的时候 所读的这个书啊 呃 现在还都啊 呃 记得 还 所以 有的时候啊 呃 还可以念着来呀 呃 呃 自己听一听 嗯哼 那么 当时对这个 呃 呃 病症啊 呃 我曾经 呃 呃 有一次啊 问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啊 他什么病都是 我就问他 我说 假如人要有病 这是用这个凉水漱口 呃 漱完了就吐了 这是什么什么病 那么这医生呢 在我那个县里头考的是第二名 可是 他说 啊 这是绝症 是不好 其实呢 呃 这是 阳明经啊 太热了 因为阳明经啊 是胃经 胃经太热了 就有这个 这个 树水不预厌的 呃 这个 呃 症状 所以 呃 那么 呃 虽然自己能看病 那么 因为不愿意发财 也怕 耽误人的生命 所以始终 也没有做过医生 这是我这个 呃 读医生的经过 哦 刚才呢 师父已经跟我们谈过 他呢 就有一段 就是当医生的经历 而且呢 也谈过 他是在一种怎么样的情形下呢 就是 呃 放弃了那个 学医的 那师父 在呃 呃 呃 我看您的呃 呃 呃 就是对于这个道德各方面 还有呢 就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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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那昨天呢 您就谈过这个 呃 读书 嗯 读书 那么读完了书啊 呃 呃 之后没有做医生 没有做医生啊 自己想自己啊 呃 十五岁才读书 那么读了这么多的 呃 有意义 有价值的这个书啊 呃 我应该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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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读这个书 呃 呃 似乎在十八岁的时候啊 我就开始成立义武小校 因为我这个受的教育啊 呃 好像不够啊 时间不够 所以我希望啊 一般有志的青年 有微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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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能得到相当的教育 有相当的知识 呃 学问 因为这个十八岁的时候 就成立义武小校 成立义武小校 成立义武小校 当时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 我住那个地方叫哈马堂 这个地方呢 专门出这个 呃 哈马的地方 嗯 呃 可是啊 人呢 都是 呃 呃 财产方面不太多 所以我就 呃 成立义武小校 义武来教这些个学 同学的 那么 当时我十八岁啊 呃 所来的学生呢 呃 十九岁二十岁的都有 嗯 也都是没有读过书的 那么我感觉啊 呃很高兴 所以啊 在这个 呃 呃 教教教啊 天天我一个人教 教三十多个学生 嗯 这三十多个学生呢 呃 青年的 有十一二岁的 呃 岁数大的呢 呃 有二十几岁的 呃 这个 三十多个学生呢 年龄随暗不同啊 呃 这个 每一个人所读的书 都是由我自己一个人教 那么 成天呢 也没有第二个老师 就是我一个老师 在这儿教 呃 这个时间 叫他们这个 这个 书 那么 另外一个时间 就叫另外的一种书 所以啊 有的 读的 深一点的 有的 读的 浅一点的 那么在私俗里边呢 我都用这个 呃 尽上我自己啊 呃 这个载运来 呃 教书 希望啊 他们大家都 有这个 相当的 呃 文学的程度 所以 呃 也叫他们 对对联呢 呃 也叫他们 写一点小文章啊 呃 也叫他们 呃 做一做这个诗啊 呃 凡是我 所小道的 我都 呃 尽量和盘拖出 嗯 都叫 来叫他们 哦 这样 那刚才师傅已经谈过就是 呃 呃 关于呃 这个办学的问题 那今天晚上的时间到此结束 呃 谢谢各位 各位观众晚上好 新华商人您好 那昨天呢您就谈过就是教学生的问题 那在呃 呃 您这样一种义务来教学生 而且是在呃 呃 那个年代里头 您有没有碰到过就是呃 就是一些问题或者困扰困扰呢 呃 呃 困扰没有什么困扰 就是 学生啊 呃 呃 所有一切的指书指笔秘啊 都我来供给他们 哦 我虽然是呃 没有钱的一个人呢 嗯 但是还尽我的呢 能力啊 来做这些事情 在做这些事情呢 呃 呃 呃 那个地方是山里 山里呀 呃 呃 有一种啊 呃 特别的病症 这个病症叫什么呢 叫羊毛钉 羊毛钉 嗯 这个羊毛钉呢 人生了 这个前边呢 要挑开七个 后边要挑开八个 嗯 如果不用针 呃 不用刀子把它 这个羊毛割断了呢 就两三天之后 就就会死了 那么我这个学生呢 呃 有一天呢 就有十几个都生这种羊毛钉 嗯 生这种羊毛钉呢 我就自己啊 来帮他们呃 呃 医治 医治啊 把他们这个羊毛钉都给割断了 呃 出一点血 都好了 好了 在这个时候 我有一个最得意的学生 这个学生呢 又聪明嘛 呃 又和欢喜读书 又听话 所以啊 在全校里头 这个这个小校里头啊 这一些一些学生呢 我最 呃 好像最疼爱的 这么一个学生 他也生了羊毛钉了 哦 他生了羊毛钉了 这时候我也着急了 我就很着急的 就把他的羊毛钉 给调 呃 也治好了 治好了 把他这个生命给 这可以说是抢回来了 呃 抢回这么多学生的生命啊 想不到晚年的时候 我也生了这个羊毛钉 哦 他是一种传染病还是怎么样 呃 可能是有这个性质 哦 那一种呢 呃 这个山蓝瘴气啊 这种流行性的毒 哦 呃 生这种呢 病 也可能是一种火 热的火 嗯哼 那么这样呢 我生这个羊毛钉呢 呃 我就 当时啊 没有人给我治了 啊 所谓 呃 自己刀不能血 自己罢 自己没有法治自己这个病 前面可以 自己可以治 后面也治不了 后面治不了 这时候 呃 我就 又来我这个酱脾气了 嗯 我说我这个人 从12岁就想要 嗯 改过千善 要改过自新 要为整个世界人类来 尽我一点财人 呃 做我所愿意做的事情 呃 也为佛教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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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长吧 于是乎啊 自己就 呃 头也痛啊 痠痠也不舒服 呃 就勉强啊 入睡了 勉强入睡了 勉强入睡 可在睡一睡的期间呢 呃 呃 师傅还将继续为我们谈的 谢谢各位 谢谢师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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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